就是我開心我快樂的時候 我狀態變好 我就可以開始整理車啊 開始躲刷牙 開始注意健康這一塊 不然星期不好的時候就會悶 然後就會覺得什麼事都做不成 悶著就會狂吃 對對對 狂吃啊 沒運動沒動力就躺著 好 那這次發了第三張專輯 Friends 主要是想說跟 就是要有音樂跟大笑朋友 那要不要今天大講一講 這整個專輯的這個籌備過程 好啊好 Friends 關這個概念 是來自我跟我的歌迷一起合作 在這張專輯裡面 應該是說我一開始在尋找 我跟歌迷之間的那個定義是什麼 一開始有很多選擇嘛 有寶貝們嘛 有老婆們啊什麼的 後來我就 所以我找到一個給我比較多 正面的動力 就是合作夥伴這個觀念 所以找他們來參與更多專輯裡面的一些東西 後來我們公司都討論出來這個觀念 這個想法很不錯 很有意思 然後讓歌迷也參與在歌曲裡面 讓整個歌曲變龐大很多 本來沒有要打的一切都是因為本來的首歌 但是後來我們家的歌迷進去之後 全公司聽的時候就覺得 哇這個力量很在 所以因為好不好聽已經太主觀嘛 所以我們要想留一點意識在 對 留個故事 我們疫情的一個過程 不是我一個人在那邊錄音室錄 是我跟歌迷在透過網路透過很多的方法 全世界一起留一堆影片跟他們的參與 讓我覺得蠻感動的 這次很好玩 宣傳真的很好玩 那我們知道說專輯這一次 怎麼講 以及說它是一張專輯刀部的書 它是一個紀錄了你五年 在這個台灣的一個 好像就是你的生活 你的音樂 你的努力 跟工作的一個小小的一個紀錄書 這樣子的感覺 肯定有 尤其是我自己創作的那兩首 那三首歌 終於公司有感受到 聽證的故事 之前好像是經過太多設計 我想說 我要show off我對音樂的什麼有的沒有的 但是這次就是真的很誠懇 從我的經驗協下 從我聽過的音樂 感受過的情緒 什麼自己的故事 然後自然的發洩在音樂裡面 然後他們就是不顧一切 就讓你去享受就對了 是 非常享受 對 然後那裡頭也有一首歌曲就 我是你的 我是你的 對 也是跟靈希老師 Yeah 第二次合作 沒錯 那安慰的部分我們知道說 就有點小搞怪啦 對不對 就好像要把自己當作一個 怎麼講 衣櫃人 衣架 對 叫做衣服對不對 沒錯 哇 然後那感覺會不會很奇怪 有點像恐怖片對不對 我看了我會想到 對有恐怖片的感覺 對 那時候 Halloween嘛 對 剛好 剛好是Halloween 後來我們有看到粉絲有這樣的一些反應 我們就想說 還不錯 改天就可以把它 拍個序錦 把它弄成恐怖片 好像也不錯 不是假的 OK啊 好玩 就你是不怕的 你就覺得 這些這樣子的一些話題跟連說 不會不會 我覺得 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一個新的火花嗎 那我 那個火花就像下雨一樣 我 它在嘛 我要 怎麼看待它是我的選擇 所以我看待它是一個禮物 我看待它是一個很好玩的 新的火花 我覺得 就會快樂很多 快樂很多 會受 你是不是假的 就 有點恐怖你知道嗎 然後就把那個安飄當作禮物耶 你會想收到這份禮物嗎 這個效果很不錯 對 然後